現在因為這個疫情 因為新冠肺炎 所以大陸跟中國人這三個字 這個幾個月來承擔了 非常非常多的羞辱 被抵制 甚至無辜遭到毆打 然後被限制 被歧視 在所多有 可是這個病毒 真的是 像一開始 所傳出來了 是因為中國人在武漢 吃野味嗎 這是第一個 問號我不知道答案 因為現在大家都在找答案 第二個 是真的是武漢的P4實驗室 做病毒流出來的嗎 問號 那武漢的P4實驗室 確實有石正麗研究員 他寫出了 可以人工合成病毒 這個事情 沒錯 但他的合作夥伴 是美國的國家健康研究院 有意思吧 美國國家健康研究院 是美國政府的 然後呢 那個病毒株 不在石正麗手上 病毒株 在美國人手裡 有趣吧 越來越有趣了 然後 2月21日 當然在之前我們節目 夜問就已經講過 美國去年 因為流感死亡一萬多人 但我們只是小媒體 我只是個人 可是等到2月21日 日本的大媒體 朝日新聞台 他講 美國去年超過1萬名流感死亡的患者中 部分可能死於新冠肺炎 石破天津 每個人心裡 我心裡這樣想 但我不能夠這樣講 他講 可能喔 是可能喔 3月11日 美國CDC主任 Dr.Ril Fielder 他就講 死於季節流感的人 確實有部分死因是新冠肺炎 美國CDC公布的流感報告 從2019年9月29等於10月1號開始 到2月底這4個月裡面 流感總共3400文 萬人感染 35萬人因流感住院 其中2萬人死亡 但 這裡面的人 有一部分人 連流感的測試劑 都沒有做過 第二個 35萬人因流感住院 也有很多人是 醫生診斷 他認為你是流感 就是流感 沒有做流感檢測 也當然更不可能做 新冠肺炎的檢測 沒有 然後3月12日 大陸外交官 發言人趙立堅在推特說 是不是有可能是美軍 27日有一場世界軍人運動會 在武漢舉行 全世界各個國家很多國家都派運動員去 是武漢當時覺得非常驕傲的一個大活動 美軍的運動員在那邊表現 在武漢表現很不好 然後也有人在武漢因為發燒咳嗽 在當地就看醫生 那大家也覺得 流感啊 感冒啊 看完醫生 辦完醫生都會走了 這是 10月18號到27號 然後 再看 第一個 去年追溯 到目前為止 追溯到的 大陸武漢的病例是 11月17日 是55歲的湖北男子 然後呢 11月總共有9個病例 4個男生5個女生 你看 10月運動會開始 然後 再來就11月 11月 然後去年 10月18日 武漢在運動會 軍人運動會 在美國有一個 John Hopkins 這個大學呢 非常有名的就是醫科 他的健康安全中心 聯合世界經濟論壇 跟 比爾蓋茲跟他的太太 的一個基金會 在紐約 舉辦一場 針對大規模流行病的 桌面排演 叫做 Event 201 出席的有 大陸疾控中心主任 高福 然後有前CIA副局長 在這裡 針對這個演練說 如果發生怎麼樣 然後呢 這個時候 我們看到這個時候已經開始了 有 一定會有流感的人到這邊來了 那他是不是流感不知道 然後再往前 美國大流行的流感 是9月開始的 9月 9月開始 9月開始大規模流感 10月 派行動員去大陸去 更早之前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的是 美國有一個最大的生化武器基地 叫做 德特里克堡 在2019年8月 突然關閉 他為什麼關閉呢 盛傳是他病毒外泄在不小心外泄 然後已經造成周遭的感染 但現在這個可能性 這個外泄的東西 我必須說還沒有證實 然後3月10日 白宮 美國白宮的請願網站 We the people 就出現一條請願帖 要求美國政府公布 為什麼你去年8月突然關閉這個武器 生化武器的基地 真正的原因是不是 因為病毒外泄 那有沒有一個可能性呢 8月份病毒外泄 然後開始傳播 開始傳播 這個病毒外泄呢 是合成了冠狀病毒 有沒有可能 然後開始9月就開始大流行 很多死亡 流感死亡的人 其實他是因為冠狀病毒死亡 然後10月份 美軍去了 去到武漢 然後武漢因為 其實我們從中醫的角度都知道說 新冠肺炎這個病毒 它是一個濕寒毒 它喜歡濕度 很大的濕度 然後它喜歡寒 它喜歡冷 所以剛好 10月份 11月份的武漢是又濕又冷 那個緯度就非常非常適合 而且中國人跟美國地大物博不一樣 美國地大物博 人跟人的關係很遠的 所以傳播的比較慢 美國在那邊傳播 然後中國大陸 人幾人過年 然後一下子就爆發了 會不會是這樣子 我不太能夠確定這個東西 可是你從你這樣講法 但我前面也聽到很多種這種說法了 但是可以證明說這個病毒 如果是它是在美國這邊發生的話 應該不是美國政府故意散播到 不是 不小心 對 就太多這種人了 他的軍人參加運動會的時候 他本身也有帶 感冒 感冒的這個病毒 其實就是 已經是新冠 或者是 他們的這個流感 那麼這個東西傳出去 在我們大陸呢 就傳得比較快 因為他人 就剛才你說的 人幾人 然後家庭聚會 還有郭大哥 另外呢 就是意大利的病毒株 跟伊朗的病毒株 跟中國是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第二個 那個株是那個株 树的那個株 對 树的 就病毒株 不是株 對 病毒株 然後呢 日本有很多病例是從夏威夷過去的 對 也不是跟大陸有關係 然後武漢的 武漢它的病毒 它的基因 基因分析下來 它是屬於兒子啦 兒子女兒啦 孫子孫女啦 那關於曾祖父曾祖母 祖父祖母的那種比較齊全的 最齊全目前發生的 發現的是在美國 所以我們現在沒有定論 可是這個圖像 會不會有很多奇怪的巧合 這個 講一個話 剛剛還沒講 就是說這個趙立堅 這種講法 我作為一個外交官來講 我覺得是不太對的 因為在我們政府 還沒有正式有這個決定的話 你是一個外交官 或者你是外交部的發言人 你不能在你的自己的網站 然後在報紙上投書 表達你這個 說這是美國人的這個意見 他這樣表達就代表大陸 我當初沒有這樣做 我當初還是偷偷摸寫文章 對不對 結果就被迫害 所以我當時 我前年看了趙立堅這樣講 我覺得他 我覺得從這個紀律 和這個上面來有點不一樣 所以今天耿爽啊 在那邊解釋 也解釋的模模糊糊的 他說 中方始終認為 這是一個科學問題 需要聽取科學跟專業的意見 然後呢 川普說 他們知道病毒從哪裡來 我們都知道他從哪裡來 因為 因為 耿爽是說我們要理性 但是美國從美國總統 到他國務卿到他官員 都直接說是中國來的 而且他特別 今天馬上召見我們的這個 駐美大使崔天凱 表示抗議 然後大陸的發言人趙立堅 他說他用他個人推特 這有沒有可能也是代表 大陸的一個態度 而不是代表他個人 我們都知道 外交官沒有個人身份 沒有個人意見 他講話就代表政府講話 然後會不會大陸手上 其實是有證據的 只是還沒講出來 這個志賢你剛才講了 這個病毒書從這種狀況來講 從美國來的 這起源地最早爆發在美國 這可能性當然是存在的 只是可能性 我沒有論論 因為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 我們大家都以為是西班牙 其實錯了是從美國來的 就是美國來的 因為美國有太多種野生動物了 而且你能講 美國那個空曠的地方很多嘛 所以啊 什麼各種飛鳥 各種野獸啊 這個不像 大陸上雖然喜歡很多人吃野獸 但是都不住在這個人居住的地方 可是美國不是 美國真的有這種特性 你稍微離開城市遠一點 就看到很多的郊外的野獸 可是在他們身上的病毒 對人體的病毒 能夠產生什麼效果呢 這不太確定 但是就美國來講 已經發生過很多的案例 都是如此 第二個何況就是說 美國的前段時間大流行的 趙路新聞講得很對啊 你根本沒有檢測啊 而且也不能怪美國的醫生 因為他們真的沒有SARS的經驗 對於這種冠狀病毒 跟一般的流行感冒的病毒 H1N1之間的那種關係 沒有太多經驗去判斷 而且也沒有所謂的美國的CDC 或者什麼衛生研究 有通靈獸醫生 有這種症狀的人就要做檢測 他也沒有啊 那檢測又要自己花錢 那乾脆大陸中不要檢測 所以死亡那麼多流感的人 不排除有冠狀病毒 所以他們現在都把它定位成 豬流感 就SWIN FLU 但是到底是不是 是真的SWIN FLU嗎 沒有人知道 這叫統計黑數 所以美國人動不動講人家 哪裡大陸哪裡不透明啊等等 錯了 美國這方面也不太透明 不過我跟你講 我這個D級本省人 對那高級外省人的看法 意見的不同 他說這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不應該講這種話 我說才應該講這種話 為什麼不能講呢 他只講了說 美國欠了我們一個解釋 因為美國有很多 我們講不清楚了嘛 到底說你的取樣子的 出來的病毒書 因為現在已經有冠狀病毒 很死的 這病毒書到底第幾代的 你沒有跟大家講嘛 為什麼不公佈 為什麼沒有公佈嘛 第二個 你有那麼多的這個 已經死亡的 這個所謂流行感冒的 你總可以從病例上去檢查一下 到底幾個可能嘛 比如說 舉個例子 大陸上前一段時間 說確診者並不一定是 用檢測出來的 就直接用CT有沒有 對 掃一下 論了有問題了 通通把它歸類為這個案例嘛 對 當然也有可能會錯嘛 但是這個東西是比較 機率比較高的 科學就講機率嘛 那你機率比較高 也就是這樣判斷 那所以你現在趙立堅講說 你美國有這麼多不透明的地方 你總該給我個解釋吧 不能整天指著我鼻子 罵說我這個沒跟你講 現在通通跟你講啦 也沒有隱藏任何事情啊 那現在你美國總該吧 給我們一個答案吧